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之場 我是英雄 我是EJ 今天呢 是 玩具反倒城的特別企劃 新春特別企劃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參加了 這次參加的三位YouTuber呢 由我 NioNioTV 還有這個 汝汝與珊珊的魔法小鋪 總共三組人馬 那今天為什麼請到EJ來呢 因為我需要公正的裁判 對 沒錯 首先規則很簡單 反倒城邀請我們三組人馬呢 要來挑戰這個 玩具的 挑戰 反正最後的贏家呢 就可以去反倒城搬30秒獎品這樣子 30秒很久 很久耶 100公尺跑十幾秒對不對 我就一直搬 也是要看成績如何啦 那要怎麼樣鑑定這個成績呢 就是需要這兩個遊戲啦 來 變成 獲得 第一個 還有這個 這兩項遊戲呢 就是這次的 第一階段的評鑑標準 好 那我們就翻到第二頁 首先第一個要挑戰的是 彈跳拼圖 一分鐘內呢 將相對應的形狀 放進遊戲盤中 剩下的積木越少 分數越高 第二個挑戰的是 飛天魔毯 一樣是一分鐘 放最多東西在魔毯上就獲勝 那我就是要跟另外兩組人 PK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沒辦法剪接的喔 所以非常的公正公開 我們也有裁判 幫我們計時還有計算這樣子 最後一個 就是在現場 繼續台北新生店 現場的比賽 反正現場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好不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挑戰的遊戲 其實我還滿緊張的耶 但是我覺得 為了要公正公開齁 我就是一次搞定 就一次就對了 就一次了啦 對阿 一次看成績怎樣就怎樣了 好不好 啊 不會要電池吧 來 健身過的EJ 打開 我這樣打不開不行 真的很丟臉 欸 開了耶 喔沒有啦 這打開沒有用啦 因為這是收起來的 收那個字幕 我其實是不是拐了 喔這裡啦 這邊有一分鐘 欸其實也不用計時了耶 這裡本身就一分鐘了 我想我要幹嘛 你在幹嘛 掰掰 好那我們就馬上來了齁 首先有25個幾何形狀 開關呢我們先用到START了 把計時器轉到0 這樣子 轉到底就是一分鐘啦齁 將托盤向下按 喔就會變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按START 接下來呢 進所能的把東西放進去 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等下時間到了 那應該是沒關係的 我原來是這樣彈跳喔 所以你放好之後 要不要幫我給你全部弄得快 好啦 比賽正式開始齁 先用到START 轉到一分鐘 接下來呢把拼盤 往下壓 好 好 裁判有請 欸他這個其實 很鬆的耶 唉唷 哇他還不錯喔 唉唷唉唷唉唷 你在幹嘛 完蛋呢? AIDS 好吵喔 厭力好到喔 不會阿無奈來拉 時間還很多 時間還很多是不是 等一下 嗎 三角形 不是這個 啊 你什麼了? 一緊張事情就會做不好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差不多囉 所以現在在托盤裡面才是真的 真正的 就是有在裡面 就是沒有跑位子 對 那現在請裁判幫我們把那個 彈出來的拿走 像這種斜的勒 都不算嘛 公正公開 都來吧 屁啦 那我分數也太低了吧 有史以來最低分數 好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分數 他說剩下的積木 越少分數越高 不用看啊 我現在上面只有四個而已 好的第二個遊戲 飛天魔坦 一分鐘內放最多東西在上面的 就獲勝啦 好不好 唉唷 perfect 這樣設置就完畢了 魔坦呢 飛在空中了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設計齁 很有創力而已 一樣是一分鐘欸 那我們就一樣用那個來記好了 用最公平的方式齁 用第一項的這個 60秒計時器 好 1 2 3 4 5 1 6 1 8 9 10 1 12 13 12 12 15 16 17 18 18 18個 18個 對對對 有點可惜欸 我覺得以他的載重能力 還可以載更多的說 對啊 時間一分鐘喔 好啦 那我的成績就是18個 好 就這樣子 希望呢 這個家總 不要墊底啦 排在第二名 好不好 那最後一項呢 就會在這個 反斗城的新生店 台北新生店來舉辦 是2月12號的時候 上午10點拜 到時候我就可以 看可以搬多少東西了 好 各位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 反斗城 新村特別企劃的 前半段 最後Ending的時間 我們就把所有東西都丟上去看看吧